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高麗菜的醋溜高麗菜的切法 你要從中間對半切下來 你要拿來炒菜的話 這個要把它切掉 我們只要留這個 這下去炒醋溜高麗菜 那不然你正常一般 這高麗菜是這樣子把它切成有沒有這個絲狀 切成這個絲狀 所以你這個比較厚的地方切成絲了之後 它咀嚼的時候才會比較適口 然後呢切完之後呢 這個高麗菜呢很重要的一點 你一定要手去把它這樣掰開 它的這個紋路不太就是不規則的 所以這個紋路的話會吸收這些調味料 就會更入味